于于于于这个男的怎么又来了你没完没了了是不是五哥你怎么过来了呀于于我过来看看你兄弟你要干嘛你是不是太欺负人了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你告诉我你管我怎么找到这里来的啥人都有你哦 五哥不是这样子的没事于于如果说他非要这样缠着你的话那我就用我的方法了用你啥方法吗我不管你是下边哪个朋友要么帮他还钱要么少管闲事还有看下边第一时间告诉我要不然的话你们个都跑不通于于你没事吧 没事五哥你错怪他了我今天在街上卖菜他好心把我送回来的他人这么好心他是不是为了知道你住哪里呀应该不会吧于于你要记住这个时候比较特殊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一切我们等律师处理好了再说行吗知道了五哥对了于于 你怎么去街上买菜了呀你是帮唐奶奶买的吗不是的我今天早上是我之前那个房子冰哥那里栽的我不是不要让你去冰哥房子那里了吗那些人都认识你你碰到了怎么办一个女孩子的很危险 没事的没事的五哥我今天早上四点就起床了然后他们都不知道我一大早上就去把那么多的菜一下就卖完了 你就安安心心的大家躺在家吗不要出去啊一切的律师通知我们再说好不好 我来就是为了就是为了就是为了你说这个事情的现在冰哥他们家的情况太乱了因为很多事情是冰哥去对接的去签的合同 现在冰哥一切在ASU里面要花好几万整个公司都处于一个亏空的状态了 哥 我能不能去冰哥的公司帮忙打扫卫生呀 你还去什么冰哥公司吗 他公司现在就只有一个保安了 每天都是陆陆续续来搞犯麻烦的 你就不要想这么多了 实在不行 他们公司可能只能走破产陆续了 冰哥 真的这么严重吗 哎 可能会比这个还严重吧 对 冰哥有一些话让我常带给你 冰哥 你快跟我说说 他跟你说什么 算了 我先机器进去看一下糖尼来吧 哎 冰哥 你跟我说什么 我想知道 你真的要听吗 嗯 冰哥说 那你不要等他了 遇到喜欢的人 就嫁了吧 因为你等到他也是一个累赘 只会拖累你的 你这么善良漂亮 一定会找到一个比他更好的男人 他说 他不喜欢你了 让你放手吧 你骗我的是不是 冰哥怎么可能会这样说呀 雨 我们要学会接受谢死 冰哥 你告诉冰哥 不管有多难 我都会陪着他一起念 他跟你说这些话 可能是他拖累我才这样说的 我担心 有什么困难 我们一定会度过 度过去的 我一定要把 冰哥等到 一定要等冰哥回来 哎 算了吧 他也知道你会这么说的 我先跟你说一些别的事情吧 雨 现在下雨了 然后 山路比较滑 我就写下去了 然后我跟你交代的事情 你一定要记得好不 那吴哥你终于安静 好 那我就先走了 那个吴哥你等一下 就是 你既然可以联系到冰哥 我想 我想跟他 拍个视频 现在冰哥头发也没有 然后觉得很虚弱 你觉得冰哥自尊性这么强 他会借你吗 好吧 我们有机会会借到的 那好吧 吴哥 就是我 前段时间存了一点钱 你帮我把这个钱 打给冰哥好不好 不是 这个钱就是杯水车薪 不用拿的 你自己留着花好不好 嗯 我知道 虽然说这个钱不是很多 但是我想让冰哥 就买点自己喜欢吃的 好不好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走了 我走了 那你把这个钱给冰哥 然后让他买点好吃吧 嗯 好 拜拜 拜拜 你放心一点 这女孩子真的太心善了 好 我会回来看你的 嗯 好 拜拜 好 拜拜